美国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 因为建国国父知道 民主最终就会促成民粹暴政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政府会有三权分立 国会立定法律 总统执行法律 还有最高法院监察法律是否合乎宪法 国会的民意代表代表着人民的诉求 总统设立政府机构来完成这些诉求 最高法院是唯一的一个机关 不被民主控制的 这是要避免民粹发生的机制 也是一个共和制政府里面最重要的一环 最高法院不用看民意 不用在乎选票 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检查法律的合法性 Fox News的Peter Ducey再度问到了白宫发言人 Karine Jean-Pierre 有一堆抗议人士在某位大法官 跟家人一起吃饭的地方抗议 在讨论之前我们现在要记得一件事就是 大概五个礼拜前 才有人试图去暗杀一位大法官 跟他们的家人 然后白宫竟然支持这样子的行动 说这是合法的 合理的 peaceful protest 所以任何一个左派人士在说 他爱国 爱制度 爱宪法 你都可以完全忽略他们 因为他们最不在乎的就是制度跟法律 我们一直都没有报导一月六号的听证会内容 因为每个人都在说自己是爱国的爱宪法的 但是全部都是左派 我个人我也不支持一月六号发生的事情 我也觉得冲进国会的人就应该被抓起来 就算他们是共和党保守派川普支持者 因为我认为法律跟制度是重要的 我反对人犯法 骚扰立法委员 骚扰人就是不对 但是以下是白宫发言人说 骚扰政治人物 只因为你跟他们的这个意见不同 政治方向不同 是非常好的事 是应该值得被鼓励的事 你应该要可以骚扰法官 跟踪法官 By the way 我再强调一次 最高法院的用途 就是要避免民粹 不要被民主牵着鼻子走的机制 但是这些人完全不在乎 而且公开的建议大众违法 但Peter 这就是 这就是民主的国家 你没有民主的国家 当然民主的国家有民主的国家 但是民主的国家也有民主的国家 可以在平均抗议 这是左派做事的方式 而且也是我个人认为最不好的一件事 这会是你要住的国家吗 任何发生的事情 我们只要不爽就可以去骚扰 任何政治人物做的事情 我们不满意 我们就可以去他家 去他吃饭的地方 包围起来抗议 表示没有人的家是安全的 包括你 包括我 刚刚这个 Karitian Pierre 说的东西 我只要不同意 我就可以去他家 在他家门口抗议 这个样子就会变得 跟台湾的黑道一样 有人抗议 就派黑道去你家门口站着 他们也没做什么事啊 和平抗议啊 言论自由啊 对于民主党来说 这是很棒的 骚扰人只因为你跟他的政治立场不同 是被允许的 因为这代表了热情 执着 他们认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不是问题 他们不是在犯法 只是因为他们太纯洁了 Too pure 他们或许有点超过 但是他们思想是好的啊 就算他们毁灭了秩序 毁了那些人的人生 但是有些事情是必要的啊 不用听我的 听我的交通部长 Pete Buttigieg 这个左派邪教的神职人员 这个人品学兼优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来讲抗议游行 跟恶意骚扰 到底是什么不同 以下是交通部长 他唯一会做交通部长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是个同性恋 所以他很重要 他任职以来 除了请了三个月的产假以外 什么事都没做 这个影片是他解释 恶意骚扰其实是一个非常好 而且非常高伤的行为 Are you comfortable with protesters protesting when you and your husband go to dinner at a restaurant protesting peacefully outside in a public space Sure look I can't even tell you the number of spaces venues and scenarios where I've been protested and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Any public figure should always always be free from violence intimidation and harassment but should never be free from criticism or people exercising their first amendment rights 对 但是问题是 你们左派就是提倡了说 语言就是暴力啊 你在推特上 如果说了左派不喜欢的话 就是暴力啦 他们就可以出动网军 让你的公司开除你 他们可以攻击你 然后如果你拿着枪 去暗杀最高法院的法官 就只是热情的 执着的言论自由 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讨好左派 跟允许人当神经病 而且制造更多的神经病 但是那些人在他们的政治目的下面 就不是神经病了 而是热情的 执着的 为了未来着想的 爱地球的热血青年 他们鼓动暴力 支持犯罪 那些人是他们达到所有政治目的 阐足所有保守派的帮手 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们还会付钱 给发动暴动的人 把所有的左派神经病 全部都当成奖金猎人 来去攻击保守派 有一个组织叫做 Shut Down DC 这个组织就是派人去 最高法院法官的家门口 抗议那个组织 现在发出了 悬赏奖金 只要你看到大法官在外面吃饭 在外面做事 他们就会付钱给你 上面写着 DC服务业的劳工们 如果你看到 Kavanaugh Alittle Thomas Gorsuch Tony Barrett 或者是Robert 请私讯地点给我们 只要确认不及 我们就会用转账软体 VEMO 转给你五十块美金 如果三十分钟之后 他们还在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会转给你两百块美金 这个就是 集权主义的做法 他们要的就是 人民失控的彼此攻击 他们要的就是 我们的国家大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